我妈妈和我爸爸 他们两个人的双重知名度加起来 赋予我的是什么呢 在小时候它是一种光环 等于我身后有两棵大树 枝叶繁茂 然后有一个非常舒服的阴影 像伞一样照着我 所以我可以 处处都享受他们这种光环 但是呢 慢慢地我就发现了 我走到任何一个地方 人家都说 她是新凤霞的女儿 她是无祖光的女儿 她怎么怎么的 她父亲怎么怎么样 她母亲怎么怎么样 这个东西我慢慢地发现 原来这种阴凉 其实是一种阴影 是一种压力 而且随着我年龄逐渐增长 这种压力是越来越重 等到我成熟到 可以自己选择将来的时候呢 我就跟我的父母要求 我说我不唱平剧 我要是唱平剧啊 永远是这样的评价 她哪有她妈妈唱得好啊 她哪有她妈妈漂亮啊 我可能会听一辈子 我不想做小心凤霞 我想做无双 那么我们家呢 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 就是它自由氛围 自由的氛围呢 赋予了我这种自由的选择 于是我妈妈和爸爸都同意 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 非常幸运地得到了 美国州立大学 印第安纳音乐学院的 全额的奖学金 于是这时候我就 基本上抛弃了国内的一切 拎了俩小箱子 就一路奔向美国了 逼着我去打工了 端盘子 厨房洗碗 到那个剧院里边拉木 收票我都干过 到了越中越尾 拿到一点薪水的时候 感觉特别开心 哎呀太爽了 我能挣钱了原来 我总结一下 人是懒惰的动物 从来没有天生勤奋的人 这个勤奋是被逼出来的 后来我回到了祖国 我干脆远离声乐 大约有十年时间 我干嘛去了呢 我做话剧去了 我做了很多年的喜剧 这时候呢我忽然发现 有一种质的变化 在慢慢的发生 我自己在演唱我的歌曲的时候 我忽然发现 我自然而然的 不由自主的 把我的很多喜剧的东西 我放在我桌里面 I own a hill with long legal time Lady of the lady 我自己要感谢我的父母 因为我的歌唱能力 我的表演能力 是从妈妈这来的 而我的写作能力 肯定是从爸爸这来的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明二代 有些是很好 有些其实是不好 不行 今天我看到的一个明二代 他没有把明办回事 在他心中明 属于过去 属于我的父母辈 跟我没关系 我无双就是无双 我无惧任何冰霜 你是否还在我身边 看着我 我思念的母亲 每当我在路上停下这路 无论是赵立荣老师 还是新凤霞老师 我们不难发现 在他们的身上 不仅仅是艺术上的功成名就 在生活上 也同样朴实无华 他们是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去感染子女 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留给后代的 是一生的财富 感谢收看今天的游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